今年大陸中秋節加上十一假期恰逢前塘江关潮最佳日 再叠加浙江杭州亚运使得浙江海宁浙江硝山杭州等地的关潮点 迎来了远超过往年的关潮游客 央视记者驾驶的特制车辆近距离拍摄潮汐拍打上岸的壮观镜头 前塘江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潮汐之一而闻名 每年农历8月15到18 满月时潮汐达到高峰场面壮观 镜头转到北京有民众清晨6点前往长城 抵达后发现人山人海三分钟只能移动两步 最后只图一个来过就好的打卡记录 陕西的兵马泳景点也是挤到水泄不通 号称连兵马泳都挤到没地方站了 不少家长怕幼儿被踩踏 纷纷将孩子顶在肩上 至于河南洛阳的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也开启了人重重的模式 今天到目前为止是第二个景点 上午去了龙门石窟 人太多了 带着孩子挤了一半 挤了一半 然后都赶紧出来了 有客称整天挤下来都开始怀疑人生 开始羡慕那些还躺在家里没抢到票的人 TVBS新闻谢贤熙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